B&W 旗下車系眾多 產品線相當的齊全 若問我喜歡哪款車型 其實只是一兩台而已 不過就有那麼一台車 容易被我們忽略 甚至是直接跳過 可能是因為年齡需求不到 或者是外型口味不符 但是今天它的大改款 外型可說是改頭換面 內裝更是換代升級 就連原本偏向賓士派的我 都覺得這次的改款 真的是更勝同級 沒錯 它就是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 B&W 大改款2AT 2 Series Active Tour 當各位還在適應單燈配置的2 Coupe時 不禁懷疑B&W的設計師到底怎麼了 不過這回大改款的2AT 總算沒讓人失望 可以看到用上更大的八角形水箱護照之外 還有平整式的車門把手 造就出一個相當洗練和精悍的車身造型 而且同時我們今天試駕的這台車是220i的Luxury版本 所以在前後的寶桿 都有一些霧銀的飾板來做點綴 從車側看過去 還有斷面的鋁質窗框 來提升它整體的質感 至於17吋的標配輪圈 則是出自於對荷包的經濟考量 當然你也可以像今天這台車一樣 選配19吋多幅式的輪骨 讓視覺上面看起來更加的飽滿 不過飽滿的視覺就要銷售你的荷包 這組輪圈要價13萬多 我覺得是有點小貴 至於在空間機能部分 一直是2AT所強調的 這回除了有著電動尾門之外 450公升的行李箱容積 搭配這個開口面積相當的可以 透過424分離以備的傾倒之後 可以擴充到1405公升 基本上已經是SUV的格局 當然別忘了 把要價19000元的可調式空間系統給選上 讓你的後排還有13公分的滑移距離 而在內裝設計的部分 與B&W電動車iX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再加上2AT是首款搭載iDrive VAR系統的燃油車型 比現行的E357系列都更早進入下一個世代 所以看得出來這一次的改款真的是誠意十足 而在我前方有一個10.25吋的儀表 以及10.7吋的中控 所組成的一體式曲面螢幕 讓視覺變得更加的連貫之外 前方還有一個抬頭顯示器 也讓駕馭變得更為的專注 至於這個iDrive 8系統 其實操作起來就跟我們使用的手機平板相當的類似 將各項功能APP化 所以操作起來非常的直觀 重點是使用起來也相當的順暢 而往後帶可以看到懸浮了中導 開闊了整個車室 同時撥桿式的排檔鈕 也強化了整體的科技氛圍 此外還有車內氣氛燈 以及尤加利木紋飾板來點綴 加上全景天窗以及Harmone Kardon的選配 這些不論是從視覺、聽覺還是觸覺 都可以讓你感受到這次2AT的改變 至於在機能性的部分 包含無線充電板、無線Apple CarPlay 還有後座冷氣出風口 這些通通都有之外 在後排的空間表現部分 以我觀人為比例尺 前方是我的標準座姿 後面你可以看到 它的西部空間還綽綽有餘 至於在頭部的部分 對於2AT來說更不是問題 加上剛剛有講到選配全景天窗 讓視覺變得更加的通透 所以說要空間 誰說一定要選SUV 這台2AT同樣能夠滿足你 這回大高款的2AT B&W總代理採用的是單一動力規格 也就是220i來做導入 它搭載是一具1.5升直列三缸渦輪增壓引擎 當然很多人聽到三缸 大概心裡都涼了 不過其實這具三缸引擎 在B&W體系裡面算是相當的成熟 而且一系列跟二系列都有用到之外 迷你車系上面也看得到 所以完全不用擔心 它的最大馬力156p 最大扭力有240Nm 搭配48p的輕油電複合動力系統 額外還可以給你19p的馬力之外 同時也間接提升它的燃油經濟效率 至於在變速箱的部分 它搭載的是7速的Steptronic雙離合變速箱 0.0加速原廠給的是8.1秒 其實說真的它的動力並沒有讓人非常的驚艷 但是如果就通勤代步而言 一定是夠用 那麼再加上雙離合它的換檔 相當的順暢而且快速 搭配1500轉就能夠爆發的最大扭力 整體來說油門拆起來是相當的輕快 尤其是像是滿載 或者是說在山路上上坡的時候 最比CVT那種吹哭拉朽 哀鳴個半天車輛不給你反應的情況下 這台2AT起碼可以做到讓你感受 完全沒有重拖的感覺 不過由於是受限在它的排氣量以及三缸的佈局 所以它的高速以及高轉的表現上 就不是這台車所要強調的重點 至於在行駛路感的部分 這台車它配置的是前面外層後多連桿的懸吊配置 再加上BMW的調教 舒適之餘其實還是可以感受到 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路感回饋 駕駛可以透過輪胎懸吊以及方向盤的傳遞 來去掌握車輛的動態 不過像我們現在在山路上 如果說帶一點速度入彎 或是用比較快的方式來進入彎道的時候 會發現它的側傾還是蠻明顯的 這擺明就是告訴你 這台車就是for family 並不是讓你去山路去熱血 去佔山路的感受 但是也是受益於這台車只有2.6米的軸距 所以說再搭配它這個BMW的轉向手感 在市區啊巷弄之間穿梭啊 或者是說在山路一些比較夾角急彎的情況下 還是可以感受到這台車是相當的靈活 當然我覺得這台車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原廠配胎 我覺得也是蠻糟糕的 大概時速沒有很快 直到方向盤一打 它就會來比較 另外呢就是在底盤的部分啊 對比SUV高底盤的設定 這台280它更有著低重心的優勢 所以開起來會在比休旅車更多一點星星之外 我覺得它的視野其實也媲美SUV 在駕駛的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是相當的不錯 那麼在主被動安全的部分呢 這台車同樣也有搭載 BMW Personal Co-Pilot的半自動駕駛輔助系統 包含了Level 2的ACC低速跟車 以及車道維持這些都有 重點是這台車還有一個更勝同級的 AR擴增實境的導航 除了能夠強化導航的判讀之外呢 在一些交流道或者是多岔路的路口的時候 更容易指引駕駛往正確的道路去走 其實說真的這台280 並非有多數人購買BMW的首要之選 不過藉由這次的大改款 它跳脫過往的層局 同時有著更加驚悍的車身外型 還有更科技內裝 重點是換上了全新的系統 以及直逼SUV的空間佈局 說真的如果預算夠的朋友 把它當作家裡的第二台車 我覺得相當的合適 合宜的車身尺碼穿梭在都市巷洞之間 其實也不會有壓力 而總代理這回還提供了M-Sport的選配套件 除了有著專屬的空力保感 以及跑車型座椅之外 剛剛講到的 比較軟比較舒適的懸吊 在M-Sport的套件上面 換上了電子主移懸吊 更能夠允文允武 滿足偶爾想熱血的你 中文字幕志也有